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 包括这次在新加坡开这个 那个会议 各国政要啊都在讨论 大家总是说 这本远远不是贸易战了 已经是金融战 科技战等等 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下礼拜 我后天去美国也是在纽约 有特别大的会 比如诺贝尔他们都在讨论 我也是一个panelist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是这样 从每个细节来说呢 今天我们确实遇到了空前的麻烦 中美关系这么多年来 这是第二次紧张出现的 而且这个力量跟当年不一样 当年是我们很弱 现在我们很强 因此这种重新的较量呢 是历史上无法学习的 因为双方都没有这样的经历 美国跟俄国 前苏联队的状态 跟今天也不一样 中国是互相学习的过程 所以谁也谈不上 谁是谁有经验来撼斗 他们没有经验 我们没有经验 因此双方要学会互相学习 互相打的过程 也是互相学习 互相磨合的过程 我觉得是正常的 全界历史上 在力量变化不仅是大国之间 就是很多区域上有 随时变化大家调整 这很正常 我认为大国是非常正常的 对于我们今天不正常 是因为我们生活 就是过去四十年太顺 太顺了四十年 冲天而去 突然遇到坎坷 所以对整个民族 这四十年的经验 或者是这七年 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可能会有一种焦虑感 会用判断的内心 会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过程 但是从大体历史观 从刚才历史观来说 我觉得这个坎一定过去 没有不能解决困难 就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 我认为今天确实不是贸易战 不是技术战 也不是市场金融战 不只是这一战 核心的还是价值观 就是中美两个国家 面对未来世界 人类走到什么方面 双方价值观不一样 而两个人都有能力 领导全球的时候 这种价值观形成冲突 那这次需要调整价值观的问题 那价值观包括很多细节 从环保问题 可持续发的问题 包括国际之间 这个定的标准怎么来定 所以所有问题的背后 都是价值观问题 那价值观的解决 是一个文明的过程 那可能是美国要学习 要了解中国人 三千年文化 咱们都走到今天 保持这样的体制 而且老百姓还这么迅速的 富足还发展 那中国也了解 美国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 这么多年来全世界 起的一个作用 是稳定了国际金融秩序 是保证了中国的这个成长 所以双方 而且中国在美国最困难的时候 也是起了重大贡献的 在次第危机的时候 中国就是导致美国也是 所以我觉得双方还是在冲突的时候 还互相理解双方 这个要看到 这个双方前向 但是双方的这个 对未来的这个期待 我觉得可能我把这事 说得很清楚 就像夫妻打架一样 会上急的时候 可能什么都砸了 过两天以后就好了 突然这都有可能 现在无非现在是会上摔盘的时候 我觉得还会好 因为中国这么大市场 美国这么有创造力的经济 双方都不会认真危害对方的 只要大家达到一个权力 文明共同范围 互相都会和互相宽容度 政治家的表演是一回事 但整个两个国家经济体 一定会在互相 相创造中互相磨合会融合 我还是有非常大的信息 嗯哟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